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苏神直播是为了做什么 为了赚点小钱养活自己 一个灯牌到苏神手里面 苏神直接赚五分钱 你们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五分钱 至少要十个灯牌才有一度电费 而且有的观众还未成年退款 我给大家看 朋友们你是未成年人你就别刷 你刷了那个灯牌 你刷了五分钱之后 苏神一看又多了五分钱就去消费了 消费完了 你又把那五分钱退回去了 你让苏神怎么活 看得到吗 直播收入退款 结果一个灯牌的钱都给我退回去了 朋友们 加灯牌并不是说要赚大家那一毛钱 我们是增进主播和粉丝之间的紧密联系 结果你把这属于我们之间的联系 你给他退了 0.1元钱到我手上只有五分钱 懂吗 我交电费一度电要五毛钱 甚至现在涨价六毛钱 你们想让苏神住山洞里面吗 像小八一样住在那个山洞里面断网断电吗 我也不想让大家多花钱 我给大家说几个方法吧 就是大家去别的直播间抢福袋 抢那种钻石福袋 每天抢 抢完之后攒起来给苏神刷个嘉年华就行了 到时候别人录屏把苏神录下来说苏神在直播间叫缩粉丝抢钻石 因为现在很多直播间都是那种五分钟福袋嘛 就你看五分钟你就可以抢一个福袋 那么一个小时就能抢12个每天是不是24个小时 就是288个大家抢福袋 你别去那种小主播那种直播间里面抢啊 就像苏神这种直播间是不是吧 你在苏神这种直播间别说福袋了 你还得倒贴一个灯牌 你要抢的话 你要去大主播那边抢 几百上千万粉的大主播 我给大家算了一下 每天你能抢288个对不对 如果一个福袋你从大主播那抢的话 你至少能抢到10个钻石对吧 那你一天就能抢2888 如果你想抢福袋给苏神送嘉年华的话 那3万除以2880就等于10.41 那你平均要花10.41天 然后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啊 抢福袋是不是只需要一秒钟嘛 剩下的时间你可以休息啊 比如说睡觉 等那个五分钟到了 然后你再起来抢 这样的话你就把觉也睡了 休息也休息好了 然后你那个福袋也抢到了 就能攒下来啊朋友们 这样一个嘉年华只需要十几天 咱们就可以了 未成年人就别参与了 因为这个未成年人还是要学习啊 不一定全部都能抢到 这就要看你那个闹钟定的准不准了 苏神收到过嘉年华 但是给苏神送嘉年华的那个人 已经不送了 你是未成年可以送过嘉年华吗 你可以这样 你先欠苏神一个嘉年华 等到你18岁的时候再把它送出来 好不好 你现在已经欠苏神一个嘉年华了 我记住了 来我记一下你的名字啊 我先把它记在账上 咱们直播间都是欠苏神灯牌 欠苏神嘉年华的 别的直播间的礼物是怎么样的 我跟大家说 嘉年华火箭不停的蹦啊 什么跑车 热气球不停的出来 我们直播间是 今天谁先欠苏神一个灯牌 谁先欠苏神一个宝石节 谁先欠苏神一个嘉年华 咱们都先欠着啥也没干啊 咱们直播间都已经欠上了 直播间全是欠账的 没有一个刷的 这给苏神都整笑了 我说直播这么久收获了一堆债务啊 都是欠礼物不刷的 苏神直接成了大家的债主 我看一下 打算在99岁那天送给苏神一个嘉年华 那你到时候看一下你的养老金够不够啊 好 现在我宣布啊 我们直播间现在礼物都先欠着吧 好吗 就直播看着看着自己负债了 你这咋回事啊 苏神下播了之后都会感谢大家的 送了礼物的很多观众 就感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